其实 干什么 你揪个头发 那个 我直说了吧 我想验一下你的DNA行吗 赵青 你怎么能做这么荒唐的事 对不起 我还是先走吧 佳佳 佳佳 你等一下 你们今天叫我来 就是为了把我头发 想验我的DNA是吗 你们不用这样的 对 赵鹏飞是你们的父亲 他不是我的 以前不是 现在不是 以后也永远都不是 来了 进来吧 走 进去 你们俩可真漂亮啊 这里面可没有我的功劳 大姐 二哥 三姐 你好 您好 您好 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我 我以前没有过兄弟姐妹 所以用不着想那么多 我们在一起除了打架 就是互相陷害 我们家人表达感情的方式 比较特别 你不用介意啊 我带你看看去 我妈做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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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坐下 姐 让你坐下呢 姐 让你坐下呢 妈 妈 这是夏佳佳 Maps 说要不要 这么不经认为我 还没有 你知道吗 打架 不认识了吗 她们那边绿化挺好的 你学的什么专业 我学的是医科 那你以后要当医生是吧 不是啊 我一点都不喜欢 我学医是我妈非得让我学的 所以这也是我休学的原因之一 那你还有其他的原因是什么 姐 那个佳佳今天不是来应聘的 我就是好奇 问一下不行啊 没关系 就是 我觉得我不太能融入那个环境 所以 所以我就休学了 而且我以后想学学什么音乐呀 还有画画之类的东西 我可听说 艺术家的日子可不好过啊 你画画好吗 我们全家对艺术方面可不太精通啊 也不一定啊 那个赵宏不还参加过什么歌泳队吗 是啊 我那时候才十岁 对 还算小学呢 学艺术不光是绘画和音乐 比方说还有写作 我现在也在练着写小说呢 我看过您之前写的那本书 现在卖得特别火 我那叫什么小说啊 只是赵宏他们为了哄我高兴 印出来送给朋友玩玩的 谁给他加点饮料 我去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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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我自己去吧 不用 你是客人坐着啊 你看 我的孩子们都喜欢照顾客人 把杯子给我 我真是为大家好 姐 你有关没买 对了 我以前听赵磊说过 说小时候都是你带他玩的 你们那时候住在一个四合院是吧 其实我小时候也住过四合院 但是住了没几天 所以我没印象了 是登市口的那个吗 好像是吧 你说的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四合院 你对那儿还有记忆吗 你一定不记得了 你妈记得呀 一定比你清楚 我们小的时候啊 都住在那个四合院 你什么时候去的呀 应该是我妈带我们回奶的家那一次 爸爸说她特忙 留在了北京 对不起啊 佳佳 你不用道歉 赵宏 动点礼貌 我怎么觉得这顿饭吃得有点怪啊 行了 赵宏 赵青 别闹了 我安排这顿饭 是想让你们互相了解一下的 听说你怀的是双胞胎是吧 还好 就是最近吃得比较多 你看 我一个人都能吃你们两个人的份了 你的遇产期在什么时候呀 还有三个月 佳佳 你打算一直留在北京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香港我肯定是不回去了 但是我在这边 一个人太寂寞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了 一个人在外边这么多年 也挺辛苦的 其实 干什么 你揪我头发 那个 这个 我直说了吧 我想验一下你的DNA行吗 赵清 你怎么能做这么荒唐的事 对不起 我还是先走吧 佳佳 佳佳 你等一下 佳佳 你们今天叫我来 就是为了把我头发 想验我的DNA是吗 你们不用这样的 对 赵鹏飞是你们的父亲 他不是我的 以前不是 现在不是 以后也永远都不是 佳佳 佳佳 你别这么说 赵鹏飞 他本来就是你的父亲 这是事实 他们 他们只是想证实一下 但做得很没有礼貌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对不起 姐 你 我知道 我太过分了 赵蕾 你先上去吧 我跟佳佳说几句话 希望你不会刚才的事情而难过 后面思考一下 也许你也会这么做的 好 我觉得你说得对 换做事我的话 可能做得更过分了 但是自从我知道了整件事情以后 我只要见到你们家人 我就特想跟你们说声对不起 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处在哪儿 你不用为任何的事情道歉 我真的是太生我爸的气了 所以才联络到你 我总想侥幸 证明这件事情不是真的 可我知道是徒劳的 我妈说得对 事情已经发生了 是不会改变的 不用你管了 我自己能做 妈 您别这样 让我帮您吧 真的不用 你快回家吧 妈 我真的不明白您是怎么想通 这件事做到这一步的 我今天来完全是为了您 要不然我根本不会来的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我在生你的气 我今天约你们来吃饭 是想让你们互相了解一下 可你是怎么做的 家家不过是个孩子 你这个做大姐的 带着赵青在这儿闹事 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妈 我过分吗 好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您了解我的个性 我的眼里是揉不了沙子的 我不允许任何人 伤害到我的家人 他不是别人 实际上他就是你爸的孩子 你的妹妹 我真不明白 对这么一个无辜的孩子 你怎么就不能接受呢 因为他的妈妈 是夏文杰 回来了 你想问什么你就问吧 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了 不想问什么 我跟你说 我今天过得可好了 那好啊 简直好到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你能想象吗 赵青竟然要把我的头发去腌底的那 不会吧 他们这是跟你开玩笑 他亲口告诉我的 妈你知道吗 他们那一家人 虽然看起来吵吵闹闹的 但其实他们家人感情特好 我跟他们在一起啊 就是一个外人 佳佳 你别这么想 那我应该怎么想 就是因为你 我从小就没有父亲 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你有家的 你看 这不就是你的家吗 这就是我们的家 可是我还想要的更多 我想要一个父亲 我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对不起 我不该跟你说这些 可是你能理解吗 你在北京 你有那么多的事情可做 你有赵鹏飞陪你 那我呢 我什么都没有 佳佳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你知道 我受了多少折磨 才得到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有多自私吗 你知道吗